政壇的熱門話題 你有覺得最近國民黨的氣勢比較旺嗎 會不會跟風水有關係呢 國民黨主席吳敦毅的夫人蔡令儀 今年十月底被本臺獨家拍到 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的一樓大廳 和設計師匕首畫腳來討論空間擺設 當時她是否認說有風水的考量 但是現在改造結果出爐了 很多人覺得確實有風水概念 國民黨主席夫人蔡令儀 今年十月底才被本臺獨家拍到 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一樓大廳 親自搬桌椅調整空間擺設 更與設計師匕首畫腳討論者 如今改造結果出爐 這麼巧近期國民黨氣勢 似乎也悄悄上升 被認為和風水玄機有關係 錢賣人賣全部都整個散掉 所以她現在開始緊張了 她原來的穿堂 穿堂她的氣會散掉 可能就變成裡面就會不團結 就散氣 以往順著手扶梯往下 有種氣流衝出去的感覺 如今大門這邊多了 玄關設計更改洞線 變成有著藏風鈉氣的意味 仔細喬過去中央黨部大門口 敞開的玻璃門正對著電扶梯 被認為運勢就像溜滑梯一樣 溜出去了藏不住氣 改造後加了玄關 感受大不同 還有精神象徵的孫文銅像 過去被排扁壓頂 如今扁額往上移 讓頭頂藍天背景再現 也象徵重返執政意味 就是因為2018年底的地方選舉在即 雖然蔡令儀否認是為風水調整格局 但命理師不諱言 改風水正式需要一年左右的時間氧氣 時間點巧妙吻合 就看明年底的縣市選戰 國民黨能夠搬回幾成 記者吳永安 周靜宇 臺北採訪報導